来自全台各地的爱新防疫物资包 陆续送往屏东县各个社区 包含有平北区 平南区 恒春区及原乡 统计共170户的边缘户 自证民生物资 除了有来自各地区党部的资源 也有许多善心人士响应 期盼在疫情严峻的时刻 能够攜手陪伴落实家庭 度过难关 我们今天是配合中央 由屏东县民众服务社 结合立法委员 要么服务处还有国民党屏东县党部 这是主题 另外还有很多关心我们的一些社会团体 还有很多党员跟一般的民众 他们都一起来响应 我们也募集了一些善款 我们把善款总共买了大概 购买了大概170份的物资 国民党屏东县党部有感觉 疫情期间许多人因而失去工作 家庭经济受到影响 特别募资了170份的物资 加上桃园的台湾希望志工团 也提供170份防疫物资的加入 让分配的资源更多元且完善 另外桃园有一个台湾希望志工团 他们也提供了170份的物资 等于是要把这些物资赠送给我们的一些各区 各乡镇市泡过来的一些边缘户就是比较生活轻薄的 一个户大概可以送他两箱的物资来 有的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失去工作 以至于他们家庭经济的状况发生的问题 这些都是由地方上的三星人士所承报的一些领单 目前爱新物资包将由县内各党部主任分送给关怀户 为屏东县的弱势家庭注入社会各界暖流 期盼疫情冲击下给予满满的爱与温暖关怀 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